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G83转孔啊 然后G83是一个声孔循环代码 我们用U转来转 我们现在来看它是怎么的一个走道路线啊 它每次进到两毫米啊 退回我们的这些定位点啊 每次都会退回我们这定位定位点 它不像我们的机器式代码 每次只能退一点点 这个它能完全退出来啊 合理保护刀具冷却转头 还能带出我们的铁渣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程序啊 M3S172是竹竹正转 每分钟1200转啊 10号到10号到5定位定到X0Z10Z1的地方 开始往里面转 G83D行ZF50的话是它的切削长度啊 切削长度Q2000的话是每次啊 进到两毫米F0.12的话是走到速度 后面一定要记得加一个G80啊 取消声孔循环 那么它的走道路线就是静静退退的一个走道路线 从Z1转身啊 转两毫米进去 应该是第一刀是转到Z-1 转到Z-1的话 它会退回我们Z1的地方啊 它每次不管转到哪个位置 都会退回Z1的地方 再次快速定位定进去 那么定进去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安全余锡 安全余锡是多少呢 我们参数里面设置的是0.5啊 0.5 那么也就是说第一刀转到-1之后 它快速退回Z1的地方 再快速进刀到-0.5的地方 就是距离上一次转孔深度 往正方向偏移0.5来定位 再继续往里赚两毫米 那么在我们参数设置页面 这里有一个5115啊 5115的一个参数 这边设置的是0.5 也就是说它的安全余锡是0.5 好 今天这个机器山就讲到这里